任何一個人要贏 一定要乾淨贏 如果沒有辦法達到這個目標 那恐怕是沒有辦法 團結整個黨內 廣播節目中 賴琴的這度喊話 要乾淨選舉 似乎亦有所指 咪囊第三次初選 事務性協調選搞破局 就怕掌握中職會的總統蔡英文 這次更改遊戲規則 中職會或是中常會的多數 然後就可以任意改 然後跟社會講說 這個也是民主 我跟你講社會是不會接受的 意改佛系選舉加重 說話力道 面對外界批評 他偷襲小英 沒誠信 他也罕見動怒 總統沒有問過我 要不要選總統 所以在外面這樣傳的 不管是網路 或是私底下就講 這個都是謊話 到底是總統說謊 或者是他的幕僚說謊 這我不知道 但有人就是有人說謊 賴清德不吐不快 再次辟謠偷襲說 但被形容黨內沒朋友的他 似乎努力有了成果 根據最新民調顯示 賴清德以30.7%的支持度 領先蔡英文5.8% 明年若是藍綠對決 韓國瑜對上賴清德 兩人民調以40.3%打成平手 如果再加上柯文哲 三個人的支持度 分別是韓國瑜33.6% 賴清德27.8% 柯文哲24.6% 賴清德強壓藍營 就怕柯文哲攪局 有一說就是說 如果我出來參選 柯文哲就不會 柯文哲會不會選 他會慎重考慮 對 但是如果即便出來 沙卡都 我還是有信心 贏得這場選舉 強調有信心贏得選舉 賴清德民調持續穩定成長 但能否通過初選 才是眼前最大的考驗 歡迎收看國瑜廷李佳華 台北報導